各位評審各位老師各位早安 大家好 我們是延安品檢修 而是無句話 今天我們所要介紹的書目是 虛膚暖化膜售CO2最抗記 都是我們的內容 該要請大家參考一下 主要分為四項從生活中看見的部分 以及讀完本書之後的想法 還有本書的重點之一 探檢取的簡介 以及最後就是各式探索裡的比較 首先各位先思考一下 平常我們在生活中 所謂接觸到跟群眾暖化有關的資訊來源 無論不就是一些媒體的報導 或者是一些書籍 電影等等的 例如說正負二度C 不願念的真相 甚至連引人發笑的冰原歷險記 似乎都含有這樣的議題 而這些資訊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想法呢 許多人只要一想到群眾暖化 就會想到什麼大型的災害 例如說森林火災 水災等等的 然而這樣的想法 讓大家常常要動身去做環保的時候 是基於絕望或是對災害的恐懼 所以才動身去做的 而這樣真的是好的嗎 而這些資訊所帶給我們的想法 真的是氣候變身的全貌嗎 不 我覺得我們應該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應該要以希望對我們去探草圈中暖化的變遷動力 去化為我們作為應變這項措施的動力 然後我們可以進一步的看見我們人類以及自然的連結 讀完這本書之後 我們發現到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去探訪整個氣候變遷 我們先從人文的角度去看見布羅克曾經看見的金字彩虎 屋面上倒映著太陽的陽光 然而再向東挖點 我們去看見了早已干涸的溫辣木家湖 湖中所示就是它現在已經淒慘的模樣 接著我們跟著機靈的角度 看見了一片道前上有著一窮的王子 然而逐年下來租的不只有房子 更有一整段上次的公寓革命的路燈 我們從人文的結果得到了幾張結論 即使沒有久後的科學背景 氣候的邊緣原來利益待遇 當然如果我們從科學的角度進一步去探討 我們可以發現到高層的植物 每年以數公尺的速度向上攀遷 而途中所示正在台灣的特有種 御山暴經耐消 它每年以3.6公尺的速度向上遷徙 而北歐的蝴蝶跟在20世紀時 向北遷徙了3、4公里之遠 甚至連台灣的金蠻蝶也因此受到了影響 以現象的科學證據及顯示者 全球暖化的變遷 不只是對我們的人文造成極大的損傷 而對我們的生態系統造成更大的傷害 為了拯救地球更不能自私的人類 我們試圖力往狂然 因此相繼的研究各式而生 而本書中提到了幾項關於應應全球暖化的幾項措施 就是點圓取碳以及碳封存 所謂的點圓取碳呢 我們簡單的比例的話 反正就是海綠網當中比例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到它可以自身排放出許多碳 但是因為它可以藉由自身的系統 將這些碳給吸收回去 竟然得到吸碳力排放的效果 藉由碳封存的動作將這些碳給封存到海洋 使它不會衝破海洋或者是沉入海底 然後本書中就起到最大的重點則是碳截取 目前這種GRT都是經期間發展以及主持 那現在各位看到的這一張是碳截取裝置的加強圖 大家可以發現其實沒有大家想像通是很複雜的 它反而是蠻簡單的 就是簡單的塑膠葉片再加上下面的收集器而已 那現在這個就是它有用到原理 它是利用碳酸鈉還有水 將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吸取下來 然後轉換成碳酸氢鈉的形式來複雜 這一個就是碳截取的原理 大家可以看到 當自然風通過碳截取機器時 塑膠葉變上會自然而入下碳酸鈉粉以及水 將二氧化碳轉換成碳酸氢鈉的形式 然後在經由下方的收集器 收集到碳分離器裡面 碳分離器會將氢氢鈉再度分解為 碳酸鈉還有二氧化碳 碳酸鈉會回到碳底機器裡面進行重複的利用 而分離出來的二氧化碳 則會被創造深海的胸圓層當中 進行礦風塵的動作 胸圓層中有大量的細酸眼淚 它可以和二氧化碳產產生化學反應 形成碳酸鈣成電 碳酸鈣是一種非常穩定的物質 所以不用擔心二氧化碳會再次參與到大溪當中 提搭到減緩 甚至是停止二氧化碳濃度增加的效果 那在介紹完就是碳解取以及礦風塵之後 我們來比較一下各式碳處理的方法 首先是點元取碳以及碳解取的比較 點元取碳它的優點在於它是有效的利用廢棄的煤粉 而且它的回收效率極高 可以達到剛剛所提到的零排放的效果 然而它的能源消耗量極大 而且它難以應用於移動碳源之中 像是我們的汽機車、船隻、飛機等等的 那再來碳解取 它的能源消耗量相較於點元取碳是比較少的 然而它的機器需求度高 雖然它不受地點限制 可是它會因此提高它的機械成分 再來是碳風塵以及礦風塵的比較 碳風塵它的風塵效果加 然而卻可能對海底的生態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 而且必須要持續的監控 以防它再次的抑上回大氣之中 而礦風塵它的風塵時間進步是永久的 而且它對生態的衝擊比較小 而且不需要長期的監控 因為碳氦蓋是非常穩定的 不太會抑散到大氣之中 然而碳風塵它的成本高 而且程序相較之下非常的複雜 最後看完影像的科技結論之後 我們發現到 現今已經有許多的科技可以因應氣候變遷 雖然這些技術上面都可以達到 但成本上的問題仍是許到考量的 但這不是應該我們沮喪的地方 我們應該抱持著希望去回復到 我們60年前台灣蝴蝶玩蝠的光景 去探討我們以前自然是多麼的美麗 進而去推動環保 這是我們介紹的書目 居服暖化濃受CO2的抗擊 這是我們的探討資料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延平解除隊 請站到台前來 然後我們請教老師阿文 我剛聽到以下的句子 就是全球暖化不僅是對於人文有傷害 而且 可不可以更具體的以兩三個例子來告訴我 到底對於人文的傷害是什麼 根據書中所介紹的春秋暖化 有可能加具一些天災的影響 而這些天災就有可能會影響到 我們的人文古蹟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請問教書懂的 所以你的人文是指人文古蹟 對 還有一些關於自然生態的一些東西 因為全球暖化是對地球全面的影響 是非常可能影響到人文 以及關於一些生態系統方面的問題 所以你的例子就是 人文古蹟 你的重點是在古蹟 還是對於實體上面的影響 是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要 不見的是我們平常對於人文這兩個字的一般想像 有可能就只是我們住在家 想看到那一根景色 也可以算是我們的人文 有沒有要補充的 其實就是 就是有時候人文和自然環境 是沒有辦法做一個百分之百的本格的 所以有些狀況我們可以把它歸類為自然環境 有些狀況可以歸類為人文 那有些是兩者皆是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 每個人的看法也不太一樣 像如果我們看到我們的家鄉 遭到了這麼巨大的改變 那有些人可能會認為說 這是自然環境的改變 但是也有人會認為說 沒有啊 這是我的家鄉 這是我的角度來看 那這是一個人文的改變 大概是這樣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找到教授的問題 好 我們謝謝研比解說 對